来 林霜啊 我们来看看你啊 林霜啊 你这才搬过来几天呢 就把日子过成这副样子 你看看 你看看 这都是些什么呀 这都是些什么呀 林霜 你不会让我们哥哥跟你一起去外卖吧 我最近工作忙 不是怎么这样子 你看看 你看看 你看看这个灰 这个沙发灰不溜秋的 很多蛮冲在里边的 这还有一个头发 这个院子 院子怎么也不舒适呢 林霜 我真的不好说你 天哪 妈妈 你们找我有事吗 对了 你们怎么知道我出这儿了 我问亲家的呀 喂 妈 双双啊 贵明爸妈问我 要你家地址 马上就被杀回来了 您您还 行 妈晚点再说啊 喂 我们好心好意来看你 他们居然像房贼一样放着我们 这太不像话了吧 你自己说像不像话呀 您误会了 我妈是怕招待不周 林霜 这房子有年头了吧 这是老洋房 属于历史保护建筑 历史保护建筑又怎么了 要地暖没地暖 要中央空调没中央空调 还有啊 你这房子装修 应该好多年了吧 房子就是旧了点 但是地段好 我上班 果果上学都很方便呢 说起果果 我们怎么没看见果果 我们果果上哪儿去了 果果这两天跟外公外婆住 我说林霜 你没空照顾孩子 你就应该把照顾果果的抚养权 交给卫明 你何必自己找罪受呢 就是 自己不想过好日子 还拖着我们果果跟你一起吃苦 没有这个道理的 当妈的不能这么自私 你要多为孩子着想着想 我是要工作 可是卫明也要工作 那他得有空照顾小苹果吗 那不是还有我们吗 我们可以帮着卫明照顾小苹果呀 那我爸妈也可以帮我照顾 这能一样吗 果果姓卫 跟着我们天经地义 你爸妈 终于说卖人 是吧 这还不简单 让小苹果改姓临步就行了吗 什么改姓不改姓的 你什么人啊 你凭什么参加我们家的事啊 林双不姓魏 按照你的逻辑 她也是个外人 那她跟你们之间的事情 就不是家事了 顺便说一句 二位的逻辑思维 还真是不清楚 有点像是 青少年时期缺乏锻炼的结果 是 她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你们 哎 好了 顾雪啊 你怎么来了 这不知道你这几天忙 所以给你和酒瓶的话 带点好吃的 怪不得魏鸣提出离婚 你不吵不闹的 早就有下家了 别胡说啊 我跟顾雪是同事关系 同事她不打招呼 就到你们家来 同事这么好心好意地 给你送吃的 你骗谁呢 你这么熟门熟路的 不是第一次来吧 我是来过好几次 承认了吧 林双啊 我们魏家可是正经人家 小苹果不可能跟着你 这么一个胡搞的妈妈 你们在说什么呢 来 我们够出去 我家不欢迎你们 你 怎么样 心虚了吧 哎 林双 你跟魏鸣还没离婚呢 按道理说 你应该叫我们一身爸妈 我们今天就在这儿不走了 你能怎么办 你自己做的丑事 你还不许我们说了 林双 我告诉你 我就要闹得人尽皆知 我看你还有没有 连个我们这小苹果的抚养权 你 你不用跟我在这儿到达一盘 我跟魏鸣之间谁有问题 你们心里最清楚 你不要乱讲 你有证据法 我有啊 我有证据啊 而且我不介意把证据 踢到方舟大门口 让她的同事 她的上司家属们都看看 你们的儿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而且我刚刚说过了呀 我家里不欢迎你 你不要乱来啊 消息啊 消息啊 这李酸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气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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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死了 气死了 反了 反了 不 不呢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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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谢谢 我真的怎么了 不好意思 你好 谁啊 我是卫明 我来找佳怡的 太太说了 我们家不欢迎你 你快走吧 任爸 您跟阿姨说一声 天气变凉了 佳怡身体又不好 我特意给她 煲了黄豆猪脚汤 我知道 家里什么都不缺 我就想为佳怡做点什么 你要是真心为佳怡好 就应该离开她 只要你离开佳怡 在事业上 我和她爸爸 会尽力补偿你 阿姨 不管您跟黄董相不相信 我真的不图这些 我是真心喜欢佳怡的 张妈 送客 我们大家都都让你走了 你快点吧 快走吧 张妈 麻烦你了 把这个汤带给她了 我第一次爆汤 笨手笨脚 你快走 我知道了 知道了 你快快走吧 谢谢啊 夏宜 姐 你都一天没吃东西了 来 起来喝点汤 刚才卫明来过了 还带来了黄豆猪脚汤呢 你要不要喝啊 卫明刚才来过了 卫明 卫明 卫明她还好吗 她好着呢 你还是先把自己照顾好啊 ihre肚子线 我这 schw글欣放 我可能会他们都帮我 他要不求 我 你干什么 你要不要 他要不愿意 就干涂我 我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什么 好 你们两个怎么来了 什么怎么来了 什么怎么来了 在凌霜那儿碰钉子了 你说我活一把年纪 我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啊 那个凌霜 把小苹果放到他爸爸妈妈家里 不管不问 他自己却跟那个男同事打得活着 搞得不清不楚的 明明啊 你一定要把小苹果给我夺回来 不能让他跟这凌霜受委屈 你先别激动 妈 什么男同事 就是那个男同事呀 哪个男同事啊 就是那个姓顾 姓顾 嗯